店里的老板娘正忙着整理衣架上的衣服 包就放在一旁的沙发上 此时店里来了两位顾客 在店里挑选起了衣服 其中一位顾客像有什么问题要咨询 将老板娘叫了过去 另一位趁老板娘转过身的机会 将包放在身前自己的包后面 若无其事地出了门 这是一家卖鞋子的商铺 看得出来一位女子用自己身体做遮挡 偷偷把包打开 看到一位顾客走了过来 这名女子顺势拿起了一双鞋 故意装作挑鞋子的样子 趁人不注意又将手伸向了包内 将钱包取出后放到自己的袋子里 然后迅速离开了现场 从这几段商铺遭盗窃的视频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小偷拎包得手 主要还是由于当事人疏于防范的缘故 像这种店面的商铺剩下比较多 很多的就是因为格局小 他们很容易就是把一些职情弄得 就放在这样的地方 就包啊什么就放在这里 但是呢 这种店面的话 如果一开始客人来了之后 老板娘被吸引在门口啊 什么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人假装这样 看看看看 看看这样 一拿 拿个衣服就走了 根本老板娘都根本没注意的 所谓财富外露 但是像湖城银泰官凤商铺里 很多都是玻璃柜台 店主的钱物就放在柜台 很简单的 他其实这个东西稍微推开一点 直接拿了 他也不知道再拿走来 他也不知道的 等到他发现 再去找这个来 一定找不到了 那么商家如何抓紧防盗的篱笨呢 费警官提醒 首先做生意的同时 防盗意识不能松懈 其次财富外露 玻璃柜台最好有遮挡物 外加一把锁 像他这样手别就可以 或者你像他这样 拿个凳子 把包放在这种里面 自己的包放在这里面 拿凳子 这个凳子放在这里挡了 你要脱凳子怎么来不及 他们都顺手签的 此外 除了商家在购物过程中 顾客很多不经意的行为 往往成为小偷下手的机会 特别是女性同时 他们拿了包看了衣服来 想拿着放在这里 拿了衣服 进去挖了 这里老板娘一旦被人吸引到边上 就是叫他去看衣服 老板娘没注意的时候 这个包就被小偷这样 直接拧掉了 包锁好不要 好 谢谢大家